有19位朋友想要知道政務委員的工作是什麼 按照目前的這個法律 政務委員做的事情 他就是在行政院的院長 跟各部會的首長中間的橋樑 那政務委員做的事情有兩種 一種是說有一件事情各個部會都有關聯 好比像說像社會企業 或者是說像青年事務 我們並沒有一個單一的部會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而是可能十個部會 每一個都有跟這個相關的一些政策 那這個時候為了確保說 每個部會都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為了打破這個所謂的骨倉效應 那我們就需要有一個政務委員 他腦裡要裝每一個部會在這些業務上面 各自做什麼去把部會的分工去做好 這個是在就是 怎麼講呢 比較正常的情況下 比較不正常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某件事情出現了 可是每個部會都覺得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它變成完全沒有部會肯管 好比像說之前電子競技的朋友 電子競技的朋友呢 是非常沒有人權的 也就是說呢 籃球選手有的 這個棒球選手有的 他也沒有 圍棋跟橋排選手有的 他也沒有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的文化部 覺得說這可能不是一種傳統文化 不像圍棋嘛 這可能比較應該算是一種運動 一種體育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教育部的體育署呢 當時就是覺得說 這怎麼是體育呢 明明就是動腦袋的東西啊 而且呢這個是電子嘛 電子應該算是經濟部 但是經濟部的朋友就是說 我們只是管做這種硬體啊 最多就是補助一些軟體嘛 那競技選手這件事情 它應該是一種技藝啊 一種文化 應該是文化部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產生出一個 就是沒有人要管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種比較不尋常的情況下 政委員也會介入 那我們介入的時候 我們做的事情 並不是自己就把它攬下來 而是我們去透過 一整套協調的方法 去讓每一個部會都知道說 我可以去管我該管的那一小部分 但是呢 其他的部分呢 也有別的部會願意去做 也就是說一件事情 會卡在這種恩不管地帶 最大部分在公務體系裡面的原因 就是因為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我如果要出頭 去管我該管的那一小部分的話 剩下別人不管的部分 也都會落到我頭上 他就會被不當克責 但是呢 這個就會大家就陷入一個 比較差的這個納許平衡裡面 所以說政委員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有點像是群眾募資一樣 就是說呢 你要每個人都commit 他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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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commit之前 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但是等每個人都願意commit 文化部說 替代意我願意管 那體育署這個說 好啦他不是體育 但是是運動 運動的部分我可以管 那這個經濟部也願意去做一些事之後呢 這三個部會各自認領三分之一 忽然之間 電競選手就有這個平權了嘛 所以說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作為一個 我們叫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一個激進式透明的政務委員 我的協調方法並不是說我很英明 所以我就決定誰要做什麼 我的協調方法就是說 我在公聽會或其他方式 去讓所有這些定進選手 這些利益關係人 現身說法 自己把自己碰到所有問題都講出來 然後我們全部做成株子稿 然後我們就暗自管考 我就拿所有的這些選手裡面 講到學業的部分 一個一個區文教育部 那有些呢 他們就同意了 就亮綠燈 有些不同意就亮這個黃燈 那有些這個根本就是還在推 那就亮驚嘆號 那我的概念就是說 反正只要最後大家沒有喬定 大家就下個禮拜再來開會 那但是呢 在兩次會議中間 我會把逐字稿全部公佈 給所有人知道 在大家稍微編修之後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特別做財事 但是呢 如果有人想出創意的解法 那這個credit也是這個事無關的 不會是我的 那在專業的這個朋友們 看完這個逐字稿之後 我就會去網路上面去看 好比像說 PTT的八卦版 LL版 巴哈姆特 Mobile01 Yahoo電竟 Dcar 整個各種各樣的地方 有講到這個逐字稿的人 那當然呢 一開始的前幾個留言 都是非常非常無腦的 因為他們還沒有看完就留言了嘛 那但是大部分可能只看標題 可能標題也沒看 好那但是呢 通常到第五個留言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非常專業的意見 去告訴 你應該要看哪一條法規 或者說應該要做什麼處理 那這個是專業的五樓 所以為什麼到第五個留言 會這麼專業呢 我自己的猜想是說 他是第一個真的看完了 然後留言的 為什麼他能這麼快看完 是因為他有domain knowledge 所以呢 他就可以很快看完 然後做出切忠要害的這個發言 所以五樓是非常非常專業 那我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就會在下一次會議裡面 跟大家說 PTT八卦版上面 專業的五樓 跟大家做這個建議 各位覺得怎麼樣啊 那當然那些沒有建設性的 我是不會帶到行政院裡面的 所以呢 從外面的角度 因為行政院的這些事務官們 大概都把自己的發言 編輯到很合邏輯嘛 就覺得這個行政院裡面的人很專業 那同樣道理 行政院裡面呢 因為我帶進來都是很專業的五樓 也覺得網友真的是很專業 那所以在這兩 這個雙方彼此互相相信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慢慢慢慢找到可行方案 那等全部都可行之後 我們這個政策就形成 那這三個部會就各自管各自的 那現在這個電競就是一個運動了 然後也是文化部也做替代役了 然後經濟部也知道該怎麼樣處理電競的 相關的國外比賽啊等等的申請 所以這件事情就處理完了 那他分到各部會之後 那我就不需要特別做什麼了 我就是去搞清楚每個部會 現在他的處理的進度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說在狀態好的時候 去協調各個部會該做的事情 在狀態不好 大家互相踢皮球的時候 確定這個球都有人接 大概是這樣 我們是一個好處理的 我們可以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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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接著